为了祈求北南乡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风调雨顺大家都平安 由北南乡长许文献与北南乡民代表会主席杨昭信 率领公所同仁与各代表与村长们共同祈福 大家恭喜今天是大年初六也是我们开工日 今天特别跟代表会主席所有的代表 还有各村村长各科市主管跟同仁到文恒店来拜拜 最主要是我们用一个简单隆重的来跟大家恭喜 最重要的是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在关聖地均保育之下 让北南乡可以归一个风调雨顺的年大家可以大丰收 今天是我们公所跟所有的行政机关上班的第一天 相公所跟我们代表会全体同仁一起来我们本地 文人店来做一个团拜 希望组成我们关聖地均能够保佑我们整个乡民 跟我们相公所代表会能够合选为我们乡民来做一个最好的服务 因为去年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 尼泊特跟孟兰地台风的影响造成我们台东县 尤其我们变得相当严重的一个受创 我们希望今天大典初六 当然新春的第一天我们来做团拜祈求 我们奔圣地均举重神明能够保佑我们今年能够风调雨顺 虽然在去年历经风灾但大家都祈求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 共同推动北南乡成为风饶富足的象征 东台湾新闻网记者发明在北南乡的采访报道